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悟 成务 力学 力明 大家好 我是香港理工大学校长 滕景光 近年来 推动创新发展是香港特区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 十四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适逢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视察香港期间 专程考察香港科学员 香港理工大学校长 粤港澳大湾区院士联盟副主席滕景光 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梳理香港创科发展的优势与部族 并为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及融入国家科技发展提出建议 他对香港创科产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视的 他也就是代表我们中央政府 对香港的创科发展提出了一些期望 我想这肯定是香港下一步发展创科产业的一个重要动力 那么香港创科产业的发展 它的主要的优势是 它有比较强的基础科研的人才的储备 香港的几个大学 基础科研方面都做得不错 我看香港创科发展最大的机遇 应该就是在北部都会区 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 这些都是它的优势 但这些优势在过去几十年并没有带来一个蓬勃的创科产业 那么原因就是因为创新科技 产业的创新链条是很长的 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级转化研究了 然后到商品化 真正的在产业上应用 香港都是不足的 我觉得香港的发展 首先是要释放更多的土地 因为有了土地 产业用地就会有了 另外一个就是人才 要吸引人才到香港 可能住房方面也得解决 那住房的解决又对牵涉到土地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跟市场的结合 香港本身市场不多 所以在这些方面 它要去提升跟大湾区和内地的合作 所以在这个大环境下 国家规划了这个大湾区 香港又被定位成一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加上香港已经有一些优势的条件 对于现在我觉得 是一个优势以来最好的 去发展创客产业的时间 对香港来说 过去二十几年 它主要的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成绩 就是把几家大学建设成为了 这个世界级的大学 过去2020年我们做的一个研究评估 它的结论就是说香港的这个八家大学 他们的科研成果是达到了世界领先 或者百分之七十的工作 达到了世界领先 或者国际先进的水平 这个是在跟二十几年前的差别是很大的 那么另外呢 我觉得香港的过去的二十几年 也是在这个各个角度做了一些发展 比如说香港的科学园 香港也准备跟深圳在这个核桃地区 建立这个科技合作的园区 所谓的西方如果说是美国 英国 加拿大 达利亚这些国家的话 或者甚至欧洲的国家他们的文化跟中国文化是不一样的 现代的科学技术也是他们那边先发展出来的 所以呢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过去几十年有很大的进步 但是我们跟他们还是在一些领域或者说许多领域还是有差距的 我们还继续地去发展学习 但是呢我们也有很多优势的属性 比如说我们国家的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中国的高铁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香港也应该把自己的科技创新发展 更好的融入国家的整体的创新体系 以自己的所长贡献国家所需 现在其实我们在香港有16个国家的重点实验室 也有6个国家工程中心的分钟心 在我们香港理工大学有两个重点实验室 与两个工程中心的分钟心 我们的航天 为国家的航天事业所做的工作 嫦娥3号4号5号 到了天文以后我们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就是协助国家建议了天文以后落地的地点 另外一个工作就是我们研发了一个落火状态 监测相机 这两个工作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有一个工程中心 它主要是从事于高铁方面的研究 也参与了国家的一些高铁的一些项目 这个也是为国家做了贡献的 我们现在通过深圳研究院也有不少 也参加了或者是承担了不少的国家的各级 各个城市的政府或者企业的科研项目 香港应该跟我们中央政府有一个更加密切的合作 规划一些香港的科学家有很好的能力承担的 国家又有需求的这些项目 至于经费也可以两边一起出 从我们香港理工大学来说 我们会鼓励我们的老师到我们大湾区乃至全国各地的城市 建立一些转化型的产业技术研究院 这样也是一方面为我们的科研带来一个更大的重力和资源 也为我们国家的产业科技发展 注持我们的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